爸爸 潘夫 潘夫 村长来了没什么好事 潘夫 潘 潘夫 潘 潘夫 这大白天的怎么还睡懒觉啊 潘夫 我让你睡 想了 大白天的睡懒觉啊 村长 看着我来了 这不是省粮食吗 省粮食 你说你啊 让你干点活吧 怕脏啊怕累啊 好不容易给你找个技术活 砸这个沙发罩 电视机罩 你倒是砸了 到人家那还得你先拆开 刚砸上拆它干嘛呀 对 你把人家大花猫给砸理了 我说这两天怎么没见着他们家大花猫呢 我说 现在啊 各村都没有灌棍了 我这当村长就犯难了 咱们全村现在啊 就你一个灌棍了 我说 今天早上出门啊 我碰见一个姑娘 哎 哪村了 这你怎么听见了 我这又帮您完成任务吗 前村的 叫魏淑芬 多大岁数了 二十九岁 老姑娘了 我跟他提起你了 啊 我就说咱们攀附这几年干的可是不错 家里边 沙发呀 踩电呢 都置奔下来 我哪有那个呀 我这不是帮你往好里说吗 是你往好里说 我这么一说呀 人家姑娘 还有点意思了 有意思了 啥意思 你啥意思 你要摇摇 不是 这什么意思 就是他说了 这个十点钟左右啊 到你这来呀 相看相看 哦 十点钟 哎 呀 这不到了吗 啊 那你赶快准备 我准备 我准备 我准备什么 我什么都没有 你以后你好好干 你不就什么都有了吗 现在怎么办呢 现在 那就只能凑合了 凑 怎么凑合 你你你你把 拿这个 你把这蒙上 这 啊 你你把那俩给我 来来来 这 那那那 好 低下那个 我你啊 我不是我说你啊 你说你平常 你勤快点 你至于你遭这个罪吗 你 我看你都心疼 你要不是我们村的 我管你 怎么样 哎 你看怎么样 还真像电视 电视 对 沙发 软乎乎的 怎么样 软乎乎 这不都有了吗 这是什么呀 这是刚才你买的气球啊 这不就有了吗 这气球 这要看穿了怎么办 放心 魏书芬这个眼神不太好 眼神不好是 不 不 也不是很大的缺点 就是看不清人 但是他 我正好啊 他屋里转一圈 他不就走了吗 哦 沙发他不能坐 沙发不能坐 哎 你你 你你准备准备啊 我 回头人来了 你说话 你跟人 你得懂礼貌 沙发不能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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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发同志家吗 来了 你你你你体肚来了 你你弄好了 你是潘复 哦 厅长啊 啊 看出来了 看出来了 那你跟我进来吧 啊 进去 来来来来来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就是我们村的潘复 啊 这是魏书芬 来了 嗨 你们俩拉了手 拉了手 沙发不能坐 哎 哎 不是不是 就说你们俩握握手 啊 握握手 客气一下 嘿嘿 哈哈 你们俩练过太极拳的时候 行行行了 行了 行了 他不他不愿意就算了 那个你们俩就是互相自我介绍一下 啊 啊 介绍一下 介绍一下 呃 我叫 翻 翻 不是 一个一个说 一个一个说 你先说 哈哈 哈哈 哪叫魏书芬 你29岁至今未婚 哈哈 在这拍啥 你叫潘复 啊 什么了你 我叫潘复 今年20出头30没有40挂点灵 你至今未婚我光棍一根 你看 这个人还挺幽默的 这个 咱们这个潘复这几年干的可是不错 是吗 你看看 电视机 彩天 哎 不是不是 那个那个沙发 不是沙发 不是那个 不是你看这个屋子怎么样 哈哈 哎呀屋子 哎 我叫的这个屋子里光线有点暗呢 黑点 不是 他是他想好了 是吧 明年给你盖三间大瓦房 那可好啊 你带带玻璃窗的 你看 这太好了 我哪有材料啊村长 你院里不是有砖吗 我那砖不是弃猪圈的吗 然后那个 他是你看他这几年他是努力的 他就是他是好人的 是吗 是不是 他他他就是盖三 然后他买 他打算那个结婚前呢 再把这房间给你归着归着 是吗 给你买点添置点家具 这放这放一组合家具 哎对 这这放一冰箱 放开门的 太好了 这不就好了吗 谢谢 村长 你也不是不知道 我这个人也不是图他多有钱 我们就想两个人共同奋斗 一块赚来的钱 那多好呀 是 是 你看 咱坐下来说 怎么了 那个 那个 他坐下来 咱们说 这个潘复这个人有优点 是有优点 潘复这个人的优点就是懒 懒 懒 满他不会 对 他让他干什么干什么 从来他不挑挑拣拣 对 这 我不挑这就挺好 是 你不会跟他客气客气 喜欢这个 你让人家 你走挺累的 你坐 我还真累了 你坐 你让人 想了 想了 什么想了 想了 想了 他想了 就是他说他想了 他想什么了 他想啊 就是你过门了 你过门之后啊 他就跟你一块学技术啊 村长的意思 学科学呀 对 读读书啊 对 那你这个人可真好 你说实话 你爱不爱读书 我还爱爱看书 你听听 我就爱看 爱看书 爱看小人书 小人书 就是 那小孩啊 小孩 对 我喜欢小孩 他的意思是说 他喜欢孩子 你喜欢孩子啊 我29岁 我也喜欢孩子 那我学了婚 才能有孩子 二位 二位 先把这个孩子的事 先放一放吧 这个 咱们先把这个婚事啊 定下来 其实 咱实话实说 我出来的时候呢 奶娘啊 她就跟我说了 她 这个 这我做的 你跟我说 那个 奶娘说了 姑娘大了 要出门 要找找个 请快人 奶娘说了 娘又说了 说有些个人 胡扯八扯 当学问 牢骚坏话 烦死人 是是是 奶娘说了 你娘又说了 你娘又说了 说傻皮球 睡懒觉 这样的男人 可不能哟 奶娘说了 你娘又说傻了 这人是不是 脾气不太好啊 不是 我呀 她一阵一阵的 我一听这 说这懒人的 我一听懒人 我就坐不住 我就 要了命了 这是怎么回事 你过来 你过来 怎么的了 这样的 你坐会儿 你坐会儿 咱就说 我跟你介绍这姑娘怎么样 这不就是往你们家 想了 什么说 说想了 那个 没错 没错 对不起啊 木家就这一暖 呲 眼神不好 把他暖水壶踢碎了 是那个 踢得好 昨天晚上我就想踢 没得住口 我都累了啊 我的人还不会说话 你们俩相当最好 太疼了 你们俩好好过日子呢 也不忘了 这个电视机怎么摩天线呢 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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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那是不是电视机 是不是电视机啊 是电视机 没坏 电视机没坏 没坏啊 没坏 没坏 那能打开看看吗 你打开 你 村长 你看看 哪要看看吗 表了命了吗 这不 看看 村长 他又 你给他打开 你给他看看 打开 打开 眼神就不好 过了门还买个查测电视机 这样人家怎么看呢 我给你说 这查测电视机 他为什么查测 他看着清楚 观众朋友 大家看着清楚 你看 你看 山东电视台报道 山东今年小麦总产量 比去年提高了 百分之三 这个人怎么这么眼熟啊 农民们十分的高兴 不是 那么在这次 韩 叫叫什么 后来我们 叫韩 韩乔生 对 韩乔生 场上比分 零比零 韩乔生 怎么拉长了 不是 他这个屏幕 没有比酒的屏幕 情况不好啊 有的他这个人呢 他这个人呢 他这个人呢 你看着他就不像 呦 区长啊 完了